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个公文就是要查科文者 这实在是恐怖统治 有什么一个国家可以发文只为一个人 而且为这个人就只是为了选举 我们的国家到底是某一些人的工具吗 难怪昨天在立法院 有人说那种失色刑堂 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讨论 就是说从昨天三历的民调 到今天自由时报的民调 说科文者的支持度没有下 那么连圣文也没有上 所以得到的是反效果 那么是不是反效果 今天我们要来这个讨论 那么另外是这个有来宾 说连圣文他们涉嫌坑杀散户 内容是什么 等一下我们会请来宾来说 今天邀请的这个来宾是第一位 台北市议员 他是台联的候选人 他要选中山跟大同的简胜哲 简胜兄弟好 各位来宾好 好那简胜者就是今天你要揭发 精卫公司涉嫌坑杀散户 是 好另外呢是台北市长 这个候选人的发言人 潘建志潘医师 你好大家好 好另外呢是立法委员蔡华朗 蔡华朗 你好 好以及这个媒体人王思琦 17号 主持人大家好 另外呢也要选英哥三峡突仑树林 树林 树林 好 选区那么大 罗有志 有志哦 佛一哥大家好 大家没同情 好那么这个那份公文时期有 对 好那这份公文是怎么样跟大家说 看一下这个是财政部国税局发的文 发文的日期是103年 这照的有点不够清楚 10月3号的时候发文 发文日期 他的主旨是什么呢 主旨就是说 如果你这个单位呢 在这个101年还有102年呢 你是不是曾经邀请柯文哲去演讲 你可不可以念给大家听 好 我来念一遍 请说明100至102年间 有没有邀请柯文哲君演讲 并提示支付演讲费用的相关凭证资料 就是说如果你这个单位有邀请柯文哲去演讲 然后你要把你给他的演讲费的这个单据 给国税局一份 然后呢 并且呢 要请你说明上开期间就是100到102年 有没有捐款给台大医院 或者是拿到台大医院发给你的捐赠收据 然后呢 他还特别强调说 我们这个依据税捐集资法 第三十条地下规定 如果我们这个税务人员要到你 你这个单位去看你的那些资料的话 被调查者不得拒绝 那如果拒绝的话呢 是要处新台币3000以上 3万元以下的发还 针对特定的个人 他有写柯文哲三个字吗 柯文哲啊 柯文哲君 写得清清楚楚啊 有没有邀请柯文哲君演讲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右上角这个地方 机关单位 台北市国税局的这个地址 陈办人 陈办人是什么 3143 也就是说当国税局要调查柯文哲的 演讲费等等业外收入的时候 他还不敢让你知道是谁要去查 陈办人要有名字啊 陈办人怎么会是一个号码呢 他不是在坐牢 才有那个号码的代号啊 每个人都有一个名字啊 那如果今天我收到了这样的公文 然后我有一些疑问 所以我应该要打电话到国税局去问说 那所以我应该要付什么资料给你的时候 我请问我要找陈办人 喂你好 国税局吗 请找3143 你有看过这样子的公文吗 公文怎么可以连名字都不告诉你 所以这个 这张公文我觉得问题很大 就是他不敢量自己的身份 然后他要查的对象极为清楚 就是在这么多的候选人当中 只针对柯文哲的账去查 台纳医院有这么多的医生 很抱歉我没有要查 我只查柯文哲 为什么 因为柯文哲要选台北市长 而且他说10月3号 在上个礼拜五发文了嘛 对 他要求在10月9号之前 要提示相关资料 对 主旨就说明了哦 为基增业务的需要 要在103年10月9号之前 就要提示说明以下的这些东西 如果没有的话就要罚款哦 3000以上3万元以下哦 对 我在看他那个最速箭 最速箭你看 有那么急吗 很急啊 因为10月29要投票啊 台北国税局 你这样演到这样 把这个列为最速箭你看 我很少看到工人是最速箭 他就说 我当立委20年 我看过的工人无数 如果是速箭哦 得一件就很空 要不起啊 对数箭 对数箭 我请问台北市国税局 你们总共一年之内 发出多少的最速箭 这个是最速箭吗 这个有那么重要吗 我去凯特戈兰基金会演讲 我拿给他们多少演讲会 这个有要用到最速箭来查吗 了不起哦 就征询一下而已啊 对 怎么会用最速箭呢 如果这个不是政治追杀 什么才叫政治追杀 现在台湾是恐怖国家 台湾是白事恐怖 现在就很清楚 是整个国家请国家之力 然后为特定政党服务嘛 就是他要把国家整个东西 当做是自己政党的工具 然后去斗垮 跟他这个利益不相符的候选人 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羞耻 所以现在已经是一个 21世纪的民主国家台湾哦 结果你竟然可以用这种 党政不分行政不分的这种方式 然后只为了去斗垮柯文哲 我觉得太离谱了 最速箭你看 来 再看一遍 最速箭 蔡委员刚才说的最速箭 最速箭 财政部台北国税局 他的承办人叫3143 请说明100年到102年 也无邀请柯文哲均演讲 并提示支付演讲 等等相关评证资料 这是什么国家 现在要国家这样做 这样子让人民的感受是什么 影响是什么 等一下我们继续讨论 来 先休息一下金广告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者